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脊柱来的 或者说是腰椎来的 还有一种是关节本身的病别 膝关节疼痛堪称最高发老年病之一 究竟哪些因素让它找上你 第一个各位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吗 第一个体重 下肢关节疼痛严重影响运动健康 到底如何防治才是最佳方案 我只跟大家说一句 就是说对于你的膝关节 你最好的预防和治疗的方法是保护它 今日健康话题 关节疼痛为啥找上你 下你是养生会精彩马上开始 欢迎您来到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 我是主持人段建海 那这里是解读身体疼痛信号的特辑 为您揭晓身体疼痛的奥秘 上一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为您讲解了身体的三处关节疼痛 所预示的三种关节疾病 那么今天我们将为您介绍 哪些人更容易发生膝盖疼 哪些人更容易出现髋关节的问题 我们请到专家是来自于 北京大学手钢医院 骨科主任医师张光武教授 张光武 北京大学手钢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教授 长期从事创伤骨科 关节外科 脊柱外科 骨质疏松等疾病的临床治疗和科研等工作 助有颈椎病自我防治 颈肩腰腿痛运动疗法 得了金周炎怎么办等多部书籍 我的朋友老李啊 是咱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那看了咱们昨天的节目之后呢 他就说有问题呢 特意让我在今天想向专家请教一下 他什么问题呢 他呀就是尤其上了岁数之后 他今年64岁了 64了 他经常是剥了盖 膝盖头 尤其是去走路时间长了呀 或者提点重东西呀 抱着孙子到公园去溜溜啊 就这个膝盖就不好使了 膝盖胃力 不知道这个膝盖疼是因为腰椎引起的呢 还是说是因为这个关节 就膝盖这个关节部分有问题了 他知道膝盖疼 但不知道这疼从何处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您给解释一下 下肢的疼痛 它的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脊柱来的 或者说是腰椎来的 对的 还有一种呢是关节本身的病变 如果是腰椎来的 它会比如说腰椎肩盘突出症 它的特点是除了关节疼以外 它还会有腿疼 具体地说有可能是大腿疼痛 也可能是小腿疼痛 也可能是大腿小腿都有疼痛 我们老百姓把这种现象叫做串着疼 对对对 它不是串着疼 它就是这个膝盖这边 如果是局部就是某一个关节膝关节疼 那它跟腰椎没有关系 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膝关节的骨关节病 它的本质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 跟年龄有关 那这样我们今天呢 不光是要讲这个膝盖 我们还要揭示 因为脊柱 引起了一些我们下半肢的这些 关节疼痛 是什么问题 怎么引起怎么区分 好 我们同样请出老师所准备的几项道具 有请 欢迎您继续锁定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 今天重点讲的局部的关节疼痛 局部的 第一个从哪里讲起 第一个咱们看宽关节 好 宽关节 那个通俗的话叫胯骨轴子 对的 所以说呢宽关节 宽关节是人身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 为什么呢 它持重 第二个你人稳定不稳定 跟宽关节的作用特别大 尤其是一些特殊的职业 比如说运动员 舞蹈演员 有一些士兵 他要做一些动作 这个宽关节很重要 我们有一些著名的运动员和教练 他并没有骨折 但是他会做 咱们在报纸上看见了 他去做了一个人工关节置换 为什么 是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 作为一个运动员 在这个宽关节的这个损伤太重了 所以说这块的损伤要格外地注意 对 那平常我们在我们宽关节的保护上面 我们需要做怎样的一些准备呢 对于一个年轻人 保护髋关节 其实就是一句话 避免过分的剧烈的运动 对于一个中年以后的人 就两个字 防摔 不要摔倒 不要摔倒就一般不会有问题 您说摔倒 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婆婆 年纪七八十岁了 有一天呢 就是说平常 其实她也不坐公共汽车 那天呢她觉得天儿不错 然后呢公共汽车人也不多 她就是玩嘛就上去了 从后门上去了 她就在那儿把着那个杆 然后突然间一刹车 她从后边一下摔到前边 把公共头就给摔断了 对 所以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 得外注意宽关节的保护 两次针眼防摔 尤其是秋冬这个季节 重要注意了 养生小贴士 人的下肢决定了我们的运动能力 因此下肢关节疼痛 一定要格外注意 尤其是中老年人 根据专家刚刚的讲解 位于大腿根部的髋关节 是整个人体的稳定和承重关节 定位重要 而大幅度长时间的跑步 跳跃等超过自身承受能力的剧烈运动 则会损伤关节 因此专家建议 防止髋关节损伤的方法 主要有两点 第一 避免过分剧烈运动 第二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防止摔倒也尤为关键 那么说完了髋关节 继续向下 就到了膝关节 这里为何会疼痛 又该如何防治呢 我们再往下走 就是刚才 我们的张岳老师的那位朋友 李阿姨所提到的 搏落盖 膝盖 膝关节 膝关节了 我们把它点亮 膝关节 也是一个持重的关节 对 但是它跟髋关节不一样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髋关节周围有大量的软组织 保护着 膝关节是叫皮包骨 好脆弱的 对 皮包到骨头 所以说它更容易受到损伤 老师其实也给我们总结了 这个膝关节 有非常重要的四要素 很多人容易在这方面 就是不小心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是吗 对 来我们把这个拿出来 这个道具 今天我们带来一个拉板 对 哪些人群容易膝关节疼痛 第一个 各位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吗 胖 第一个 体重 体重相对重的人 他膝关节的损伤的程度和机会 真有感触 我有20岁呢 你看 我多走几公里路 我膝盖就会疼 对 所以说体重是膝关节损伤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说不管是治疗 还是预防膝关节的骨关节炎 都得减重 减重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缓解 对 好 这是第一点 咱们再说第二个 性别 为什么又是女性 第一个 女性相对的骨质疏松症的 比较多 比较多 比较性多 因为它是持重 就像一个不牢靠的地基 所以说它会相对的出现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个 女性的骨盆 比男性要宽 因此呢 她的这个 腿的这个角度 或者说大腿的这个角度 要大一点 大一点的作用 或者说结果是什么呢 膝关节的内侧和外侧的受力 不一样 知道了 目前为止 胖胖你要小心 这两个都符合 对 张老师 那位李阿姨也体型偏胖吧 偏胖一点 是不是 这也正到两条了 因为女性的 到了中老年以后 她相对的要胖一点 第三个 中老年人 年龄 中老年人 这个我们可以 有一个形象的说法 人的身体就是一个机器 当这个机器使用的 时间长了以后 长了 对 它必然要出现磨损 睡了 对 要出现故障 所以说呢 随着人的年龄的增加 我们很少看见 一个中学生 一个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的人 会有这种问题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 他的这种问题 越来越多 有人做过统计 当超过了70岁以后 几乎有70%以上的病人 会有不同程度的 会有骨关节炎的问题 所以说它是跟年龄有关 这个都容易理解 对 好 最后一条 第四个 好 咱们抽出来 跟你的职业有关 如果这个人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重体力劳动者 对 是一个负重者 或者他有一些特殊的职业 比如说他是一个舞蹈演员 对 他要练功 是一个杂技演员 他会要练功 对吧 如果是这些特殊的人群的话 他的膝关节的疼痛 会相对地重异 那像教师 售货员 他长期站着 他长期站着 我听说一个说法 不知道对不对 我听说有这个O型腿的人 他好像和膝关节的疼痛 是有什么联系 他是这样 你说的O型腿 还有一种叫X型腿 X型腿是这样的 是两个腿往外的 O型腿是两个腿这样的 对吧 大人出现了这种O型腿 X型腿 就是骨关节炎 是一种严重的骨关节炎 这种骨关节炎 是需要手术治疗的 对的 对 所以这是比较常见的几个因素 导致了膝关节的疼痛 包括有肥胖体重 有性别女性 中老年人 另外就是重体力劳动者 实际上是职业 这就是膝关节对吧 是的 另外 那膝关节疼痛的这些朋友 平常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预防这方面的疼痛 刚才我说了 膝关节的疼痛 大量的不是疾病 而是退行性的改变 对 性别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呢 年龄也没办法 对吧 年龄也是不能改变的 我只跟大家说一句 就说呢 对于你的膝关节 你最好的预防和治疗的方法 是保护它 现在有一种说法 叫每天走多少步 我的观点是 走多少步 根据您的状态 对 有时候走这么多步 对您来说就是健身 有可能在另外一个人 还是这么多步 就是毁关节 所以说呢 要根据自己 明白了 要因人而异啊 对啊 怀关节有的人发生了骨折 他会去医院去找医生治疗 最可怕的是 有些人他不知道骨折了 所以说他没有去治疗 怀关节损伤 极易留下后遗症 一旦发生意外 应如何正确应对 我的建议是 第一个到医院拍一张XP 你得排除有骨折 保护少 易损伤 怀关节骨折 千万不要错误处理 怀关节骨折千万不要揉 不要揉 千万不要揉 第二个 48到72小时之内 也就两天到三天之内 冰服 饮食养生会精彩继续 好了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看 从头到脚 现在我们脚上看到 怀关节 还有一个关节 那就是怀关节 我们把它点亮 对 好 那怀关节 应该说它承受了 我们身体的更大的重量了 是不是 老师 这地方容易出现 什么样的问题 怀关节出现问题的机会很多 对 崴脚了 对 您刚才提到的崴脚 是怀关节损伤的一种情况 叫软组织损伤 对 它没有骨折 但是它韧带拉伤了 这是常见的 还有一些是骨折 骨折 怀关节有的人发生了骨折 他会去医院去找医生治疗 最可怕的是 有些人 他不知道骨折了 所以说他没有去治疗 难道不同 因此出现了疼痛 将来时间长了 出现问题 我有一些病人 我跟他说 怀关节损伤了 比如说刚才您说了 崴脚了 崴脚了 正规的治疗 是应该固定的 也就是说 我给你打一个石膏 你这个不让你动了 让你干嘛 让你休息 但是崴个脚就打石膏 坐住了点不 我就要说这句 所以说有的人 他就认为我打石膏 我不方便了 甚至影响我的行动了 而且伤筋动骨 一百天 一百天打石膏怎么办 所以说他就不采取这个方法 不采取这个方法 有一部分人 他就是习惯性崴脚 所以说怀关节 我们一定要重视 别不把它当回事 比如说你崴脚了 如果你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的建议是第一个 到医院拍一张X片 你得排除有骨折 因为有骨折和没骨折 性质不一样 第二点 如果没有骨折的话 要评价一下 它的损伤的程度 如果你像有的人崴脚 都听见响声了 一定是很重 那个肿得很厉害 甚至出血 咱们在皮肤上 有淤心 淤血斑了 那个是比较重的 再有一个疼痛剧烈 走不了路 如果是比较重的话 我建议去做一个固定 这样从长远的看还行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怀关节骨折 千万不要揉 不要揉 千万不要揉 第二个 48到72小时之内 也就两天到三天之内 冰敷 不要去用热水敷 它会越来越重 这跟您之前所说到的 比方说我们 热敷 这个五十肩也好 或者是这个肘关节的 这种疼痛也好 那是热敷 但是这个地方受伤了 就得病敷了 然后之后要固定 要固定 休息 减少 减少运动 这是最重要的方法 如果回家了 把患肌抬高 患肌抬高 你垫一个被子 让它比心脏稍微高一点 这样有利于它 那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 他们要在保护自己的怀关节 保护你的脚方面 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还是那句话 走路看着点 看着点 因为我跟一些病人 我分析了他们的原因 排在第一位的 是走路一个台阶 还剩两个台阶 一步就下去了 实际上也就是说什么 是你走路的时候没注意 对 我们爬山都知道 对吧 爬山不看紧 看紧不爬山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注意精力 注意你的注意力 大量的是这种原因 养生小贴士 膝关节和怀关节 是人体下肢 最易受损伤的两个关节 那么究竟哪些人 最容易高发膝关节疼痛呢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首先是肥胖人群 体重超重 极易造成膝关节负重损伤 其次是女性群体 随着年龄增加 女性极易发生骨质疏松 再加上骨盆较大的生理结构 这些都让女性成为 膝关节疼痛高危人群 第三 中老年人 膝关节疼痛作为一种 退行性改变 患者多为中老年人 因此随着年龄增加 更应注意膝关节健康 第四 重体力劳动者 常年重体力劳动 对膝关节损伤尤其严重 应注意及时调整和预防 而怀关节损伤也是中老年人 一发的病痛 此时应注意几个处理误区 首先 一旦发生怀关节损伤 千万不要暗柔 保持静养才是正确做法 其次 受伤三天内都应对患处进行 丁服 而不是热服 最后 把患肢及时固定定抬高 更有利于消肿和恢复 好的 通过老师今天的讲解 我们是了解了 下肢关节疼痛 给我们所带来的那些折磨 比方说 宽关节 宽关节也就是跨骨肘子 那这种疼痛是常见于 曾经受过损伤 或者是运动量过大的 中老年人 那中老年人最常见的病痛是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而关节负荷磨损 是致病的主要原因 那在下一期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为您讲解 肩膀疼痛 究竟预示了什么样的疾病 好了 此时此刻我们看看 大厨就愿在厨房当中 为您做出了怎样的美味 养生厨房带来既健康又美味的 全新养生菜肴 赶快跟大厨学起来吧 那今天呢 咱用这些食材 配到雪菜浓汁和舞 饮食养生会精彩 饮食养生 健康生活 欢迎来到养生厨房 我是胡青 我是郝振江 这我都饿了 吃什么呀 这么丰富 你看看 今天知道你饿了 可以给你预备的鱼 还有雪菜 雪菜 今天做酸菜鱼 这雪菜和鱼 怎么能想到酸菜鱼呢 那今天呢 咱用这些食材 打配一道 雪菜浓汁黄鱼 雪菜浓汁黄鱼 咱们赶紧动手做吧 先把这个黄鱼处理一下 这黄鱼呢 咱只取胀 平时咱们说到黄鱼 可能一般都会想着 做的是红烧黄鱼 红烧啊 或者是干烧 对 对 咱们今天用雪菜做它 是不是给我们挑挑口味 教大家一道新菜 这个绝对是一道比较新颖的菜 那这个黄鱼呢 你看啊 取肉的时候非常简单 直接从它的后背 贴着它的中刺 刮上一刀 我说这个黄鱼 吃的时候 我就爱吃它那个蒜瓣肉 对 这个就都能取下来吧 都能取下来啊 这样呢 这一条鱼啊 咱等一下得可以做成两种口味 今天教给你这种口味 另外剩下那一半黄鱼呢 咱可以做红烧啊 这鱼呢直接给它抹刀成块就可以了 今天给的这块比较大呀 对 简单的给它进行一个 腌制 嗯 薄薄的一层盐 分勺 对 胡椒 好 好了 鱼肉简单的腌制 那另外呢 你看我这边预备的这个酱料 非常的特别 三种 这是三种酱 一种呢 是红豆酱 甜面酱 还有海鲜酱 您没有把它们分开 是三种混在一起用 三种混在一起用 就一比一比一的比例 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酱呢 咱不是直接下锅 这个酱呢 提前要有一个预制 那通过这种方法呢 处理好的这个酱 不单能烧鱼 您烧个猪肉 烧个牛肉 或者是烧个鸡肉 都没问题 那一次性多炒一点 对 一次性可以多炒一些 那炒这个酱的时候 只需要用到的是蒜蓉 蒜蓉 锅烧热之后 加入金胚玉米油 油不要多 一个锅底就可以了 加入蒜蓉 蒜蓉的量倒是用的不小 蒜蓉的量可以多一些 因为相对来说 这个蒜香味啊 它可以很好的掩盖一些食材的 这种新山异味 那这个蒜呢 一定是完全的 让它的香味 释放出来之后 酱料 三种酱一起下锅 我看您用的火是小火 小火 因为这个酱 如果你要火太大的话 很容易把它炒糊了 好香啊 那这酱炒香之后呢 加入适量的网酒 好 不要特别多 对 生抽 让它们充分地混合 把酱盛出 把酱盛出来 哇 好香啊 如果不用油这么炒一下的话 是闻不到酱 这么浓郁的香味的 没错 哇 好香啊 好香 那同样啊 取一个锅 烧热之后 加上油 筋片玉米油 加入姜片 姜是不是 烧鱼的时候的必备 那姜呢 有可以很好的去腥的 这个效果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把这个鱼 进行一个简单的煎制 好 那下入鱼块 把鱼皮炒上 鱼皮炒上 为什么不把鱼皮炒下呢 那要让这个鱼肉的蛋白质 有一个热凝固的过程 在这一步当中 我们不用把鱼肉弄得特别熟 不用 简单地定型之后 先给它捞出来 这里边还给它搭配了一些口馍 最鲜的口馍 口馍简单地煸炒之后 来 补充一些动物性的脂肪 好 五花肉 那我们都知道这鱼肉 它富含的是蛋白质 相对来说 它的脂肪含量 比较低 所以为了让这鱼肉 吃起来更加滑嫩 可以补充一些动物性的脂肪 给它煸香之后 这会儿就要下入雪菜 雪菜要通过一个煸炒 好大厨 您说今天做的是浓汁的 可是现在一滴汁都没有呀 那这个就是食材前期的处理 别着急 那这会儿酱要登场了 好 刚才我们炒制的香香的酱 加入酱汁 适量的清水 浓汁就来了 刚才一道白白净净的菜 现在马上和色生香起来 加入鱼块 黄鱼 这个黄鱼刚才咱们煎过 但是没有完全成熟 对 没有完全成熟 就是还有一个再次烧制 让它入味的过程 大概需要多久 这个大概也就需要两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这里边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白糖 好 咸菜加点糖 鱼鲜 鱼鲜 那因为这三种酱呢 它本身这个咸味就已经够了 而且它的鲜味也够了 只是需要它进一步地和这个鱼肉完全地融合 让它入味 让它入味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不需要再加入盐 不需要了 哇 好香啊 现在的这个香味已经不是酱香和蛋白质的香味 它还飘着这个雪菜的这个青菜味 好 等这个酱汁啊逐步地收浓 咱就可以关火起锅了 雪菜浓汁黄鱼 一 将红豆酱甜面酱海鲜酱按一比一比例调匀后 加蒜蓉黄酒生抽小火边香盛出备用 二 取黄鱼肉用盐胡椒粉腌渍片刻 少油起锅 将片边香后下入鱼肉煎至定型后捞出 三 炒香口馍五花肉雪菜后倒入炒好的酱汁 适量清水制成汤汁 下入鱼肉白糖调味烧至片刻即可 一份清爽美味的雪菜浓汁黄鱼酒 蛋白质的摄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今天好大厨呢用鱼肉和五花提鲜的方式 让我们去摄取这个蛋白质 以及必须的一些脂肪 雪菜呢 果固以及酱汁的这个汇质 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黄鱼的口味 在这个冬天多和家人一起分享一下 丰富的美味食材吧 让我们的身体通过我们的养生厨房越来越好 雪菜浓汁黄鱼 这个汁不是我想象的在盘子有那么多汁 而是浓汁把这些食材包裹起来 完全地给它包裹均匀 好 我来尝一尝这个 用三种酱炒制的这个雪菜浓汁黄鱼